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Git的忽略管理 什么意思 看一下我对这个忽略管理的定义 就是说 今天咱们要设置一下Git忽略的文件 这些文件不参与Git库的提交和管理 比如说如果有用过这个 Node.js朋友都知道 有位叫做这个Node.module这么一个文件家 他是什么 他是动态生成文件家 这个种文件家 当然不需要咱们用版本管理库 进行管理嘛 对不对 好 咱们在项目中经常会遇到 这种文件家或者说文件 那么咱们怎么该管理它 怎么让Git说 这种文件我是不用版本管理的 没有必要嘛 对不对 好 今天咱们就讲这个知识点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文件 叫做. 注意 这个文件是以.开头 .git 什么意思 在这个文件当中 当然这是个文本文件 在这个文件当中设置 您不需要管理的文件 很简单 好 关于这个文件 其实来说 有很多的设置 具体的设置 请您参加这个网页 今天我给您举的例子 今天是画龙点睛的作用 有点吹了 不慌点睛 就是说抛砖引玉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 今天实战 我想干什么呢 首先说 我在咱们Git库下 建一个新的文件 建文件之后 因为它是个临时文件 大家请看 叫做test.temp 这个文件 我不想用Git库 去管理它的版本 我想把它给忽略掉 该怎么做 今天就是在做这个例子 好 我现在马上打开咱们的Git库 咱们马上操作一下 最近我做视频老抄 实在是不好意思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Git库 现在只有两个文件 然后看一下 现在咱们Git库当前的状态 OK 没有问题 都已经是提交 非常干净的状态 好 现在在这个状态下 咱们加上这个test.temp文件 稍等 我现在把它加上 我选这个新文件 然后比如说这个文件 就叫test.tmp 然后把它存一下盘 存到哪去 存到咱们的 我的c盘的myweb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看我这个破展名 应该就是用这个 然后我敲 咱们用test.tmp 回车 好咱们再看一下 怎么样 出来了吧 这有一个test.tmp的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 咱们不想管理 默认的话 它肯定管理了 对不对 咱们敲一下 git status 看一下 大家请看 怎么样 这个文件是红的 说明什么 说明git把它认出来了 然后它马上就要被管理 如果咱用git add 加入到咱们的stach里面 那说明它就被git管理了 对不对 我不想被它管理 怎么办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话题 咱们接着做 我再建一个文件 叫什么名 大家注意看 我刚刚给您说了 叫.gitignol 咱们就建这个文件 试一下 建文件 这个地方叫gitignol 然后我把它存一下盘 我先敲上一个 这个备注 叫做gitignol 好 咱们把这文件存一下盘 存到哪去 咱们的信息库 git库的根目录 这个地方 叫gitignol 这个地方 我应该把扩展面 给它去掉 就是文件 存盘了 走 好 咱们再看一下 dn 怎么样 有这文件了吧 好 咱们再看一下 git citas 大家注意看 首先说 这个gitignol 肯定是 咱们要用版本管理 如果它再不管理的话 那咱们等于说 忽略文件 只有这一台机器知道 别人不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文件 咱们需要用版本管理 但是sharp 这个地方 咱们不需要 对不对 那我怎么做 好 咱们再看今天的课程文件 好 我给您写了 首先说 刚才跟咱们做了 编辑一下 test.temp 确实是 它现在呢 马上要被git管理 然后呢 咱们再编辑一下 gitignol 这ignol里面 敲什么 大家注意看 敲这个 sing.tmp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当前的gitgo 只要是扩展名为tmp的文件 统统不被git管理 咱们试一下 我把它拷贝 到刚才这个gitignol文件 加中 拷贝过来 存盘 好 咱们再回到gitgo 再敲一下 gitstatus go 大家注意看 test.temp 没有了吧 消失了吧 什么意思 git就不认它了 我不管理你 所以我就不再认它了 这样咱们再git add.r 再回车 看一下 不是回车 再敲一下git状态 大家请看 只有点gitignol 被git所管理 咱们这个文件 肯定是需要 所以把它加到 咱们的信息库中去 叫什么 edit gitignol 这个我把它交全 咱们大家要养成 加备注的好习惯 好 再看一下 没有问题 说明什么 gitignol已经被加进去 可是 咱们的test.temp 却没有被git所管理上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好 有朋友说 你这是当前目录 我建个子目录怎么样 咱们下来就给您做个例子 咱们建个子目录 在这子目录下 同样有一个cs 其他的文件 同样还有一个.tmp的文件 看git是给咱怎么管理的 咱们试一下 首先说 咱们建个子目录 make dir 叫做subdir 可以吧 好 然后咱们进来 也不用进来了 就在待着了 让我在这里面 再建一个mycss 这可以吧 马上建 这css里面 比如说咱们随便敲吧 就叫body 什么都不敲 稍等 存盘 叫mycss 然后存到咱们的文件夹 咱们的数据库中文件夹 或者说叫咱们git库的文件夹 的subdir 存进去 好 咱们看一下 现在什么 好 咱们看一下 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大注意看 咱们git当前库下说 sub文件夹要被管理 没问题吧 好 那咱们就被它管理 咱们add 追加进来 看一下 追加进来吧 提交 没问题吧 edit subdir 提交了 看一下 没问题 也提交成功 确实是 在这个文件夹下 咱们增加了一个新文件 那这个文件夹下 如果再有tmp怎么办 咱们试试 我拷贝 test.temp 到subdir下 比如叫做这个 比如叫做a.tmp 可以吧 好 咱们进入sub文件夹看一下 确实是吗 在sub文件夹下 有一个tmp文件 有个css 好 咱们回到根目录 dir status 再看一下 怎么样 大家注意看 咱们明明在subfollow 打下 有一个tmp的文件 可是他却没认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不写了吗 忽略所有的tmp文件 对不对 这个就是 git的忽略文件的管理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就是说 对于咱们项目来说 一些临时文件 比如说这个log文件 不需要咱们用版本管理的时候 咱们需要用到这个 点一个脑 来把这些个 不需要管理文件排除出去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好 以上就是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开源中共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 我会放到优酷YouTube 今后可能还会放B站放 目前有这个打算 好吧 欢迎您观看下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